唐朝作为史上最强盛的朝代 他的风华举世无双 但他却只存在了短短二百多年 这是为何 究竟是帝王治国无方 还是天要王他 今天就带大家走进唐朝二十二个帝王 发掘帝王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了解这段错综复杂的唐史 首先便是唐朝的开国皇帝 李渊 事实上呢 唐高祖李渊能够当上皇帝 有一个人功不可没 这个人不是李世民 而是史世良 这位仁兄并无实权 帮李渊登上地位 全靠一张嘴 他曾在给李渊看相时 表示啊 李渊日后一定能成大器 并且还鼓励李渊 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想法 生怕李渊日后不去造反 不得不说 史世良先生的业务能力很强 公元618年 李渊果真登上了地位 且算得上是历史上称帝最快和统一最快的皇帝 公元627年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为帝 这位唐朝最出名的皇帝 不仅开创了著名的贞官之士 还开创了大唐皇位争夺战的先河 毕竟他这皇位可是从自己老子手里抢过来的 当然了 这也不能怪他 谁叫当初李渊曾许诺要立他为太子 转头便翻脸不认人 立了李建成呢 公元650年 唐高宗李治登基 李治呢 也是个志向远大的人 还不会走路 就已经想当皇帝了 相传他在强保中时 便能用笔画出一个赤 这可是唐朝皇帝沈月文件时写的字啊 不得了 不得了 长大后的李治呢 也是比他老子李世民还狠 直接来了一次大规模的阔江行动 让唐朝的版图达到了历史最大 公元648年 唐朝最惨的一位皇帝 唐忠宗李简登上帝位 为啥说他惨呢 因为他妈呀 是武则天 武则天折磨起人来 可谓是六亲不认 李显当上皇帝以后 先是被囚禁 后又被废 好不容易等武则天年龄大了 再次当上皇帝 但好日子没过几天 就被自己的妻子女儿给堵死了 李显的一生 便是一次又一次地栽在女人手里 而他的儿子唐少帝李重茂 也比他好不到哪儿去 公元710年 李重茂被自己那利欲熏心的母亲拉上台 做了不到一个月的傀儡皇帝 就被赶出了紫禁城 后因哥哥李重福叛乱 受到牵连被贬 不到一年便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筑地 中年不过二十岁 除了李重茂以外 唐瑞宗李旦 也是在公元710年登上地位 李旦和李显 一样都是武则天的儿子 相比李显呢 他稍微幸运那么一点 毕竟他没有被囚禁 至少舒舒服服地 当过几年皇帝 后来武则天和自己的哥哥 都死了以后 他本以为自己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日防野防 家贼难防 他的儿子李隆基 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当皇帝了 于是他只能被迫退位 历史上唯一正统的女皇帝 67岁才即位 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帝王生涯 又是怎样的呢 他登基于公元690年 或许许多人呢 一提到他 便想起他的心狠手辣 但能从男权社会中杀出一条血路 光心狠还是不够的 事实上 他在位时候也颇有作为 算得上是一代明君 他也深知自己的一生过于复杂 故死后留下了一块无自卑 将一切交给后世去评说 公元712年 唐玄宗李隆基登基 他发动了唐龙政变 铲除伟后势力 中兴唐使并开创了大唐的开元盛世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爱情 他与杨贵妃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 可谓是荡气回肠 后来爆发安史之乱 杨贵妃惨死马为义 留给后人的也只是一声叹息 到了公元756年 唐宗宗李亨也登基了 李亨呢 也是个狠人 安史之乱时 唐玄宗连夜出逃 但李亨他不愿意逃啊 于是便拥兵自立 一波操作下来 唐玄宗成了太上皇 这波操作 只怕是李世民看了 都要说一声 行家 而他的儿子唐代宗李亦 在公元726年登基后 便继承了他优良的性格 说白了呢 就也是个狠人 上位之后 直接收复两经 然后又平定安史之乱 这还不算 由于在他前面 几位皇帝的折腾以后 大唐的江山 已有部分在宦官手里了 于是 他解决完外部问题以后 便开始收拾宦官了 总而言之啊 他算得上 是一位挑不出任何毛病的帝王 公元780年 唐德宗李世登基 他在位共26年 算是大唐在位时间比较长的皇帝 但他在位时 大多数时间都在和藩阵对抗 以至于剑术很少 甚至在晚年大力依靠宦官 可以说他之所以能够维持统治多年 只因为运气好 但也正是因为他 大唐的下坡路也是越走越快 公元805年 唐朝当太子当的最长的一位人兄 唐顺宗李宋登基 勤勤恳恳当了二十多年太子 结果只做了半年的皇帝 就成功当上了太上皇 不过啊 他也正是因为当皇帝的时间短 所以成为了大唐一个 唯一有完整自传的皇帝 公元806年 大唐最后一个盛世的皇帝 唐宪宗李纯也上位了 就是他开创了大唐的元和中兴 同时他也是大唐史上 第一个美丽皇后的皇帝 由此可见 当初武则天篡位 给这位皇帝留下的阴影可不小 他安排将士回家养老 不考虑边关战事 只想自己是否能接着吃喝玩乐 他便是唐穆宗李恒 于公元821年登基 那么他在位期间有哪些成就呢 答案是基本没成就 不过他虽然没本事 但是他的儿子却都是狠人 在他离世后 三个儿子相继当上皇帝 并为他追封了三个皇后 这也是史上罕见的事情 公元824年 唐靖宗李战登基 这位仁兄继位时 不过16岁正是爱玩的时候 而他也确实那么做了 登上地位以后 可谓是一件正事没有干 一心只想着怎么玩 结果呀 把自己玩没了 公元826年 他的弟弟唐文宗李昂登基 收拾烂摊子了 李昂在位初期历经图治 甚至将三千宫女送出宫去 但可惜呀 这位仁兄资质不好 简而言之就是相比其他地位 他没那么聪明 最终因甘露之便被软禁 一遇而终 公元840年 大唐最讨厌佛教的一位皇帝 唐武宗李延登基 他在位期间 强拆寺庙 以及僧人住所数不胜数 导致后期僧人 一看见他便撒鸭子跑 紧接着 这位皇帝算得上 是大唐最后一位 有作为的君主了 公元846年 唐宗李昂登基 他的故事是十分戏剧化的 前半生为了活命 装傻卖风 堪称皇帝界的影帝 登上帝位以后 为了复国历经图治 但当时的大唐 已经遥遥欲坠 他所做的一切 最终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公元859年 唐义宗李崔登基 他当上皇帝后 不做正事 却沉迷于设宴 不得不说 李崔这个爱好 还真是与众不同 他时不时 就在宫中设宴 请诸臣吃饭 最终也是把大唐吃得乌烟脏气 接下来要出场的 是大唐即位年龄最小的皇帝 公元873年 唐习宗李轩登基 他即位时须碎不过十二 而这位小皇帝最大的爱好 就是玩马球 甚至还曾让身色四军将 和他一起玩 全然不顾已经岌岌可危的大唐 后他因变故两次逃离长安 最终于光启三年并逝 唐习宗李轩逝世以后 他的弟弟唐昭宗李业 于公元888年登基 李业登上皇位以后 也想过要振兴大唐 但想象是美好的 而现实却是残忍的 此时的大唐已不是他有心就能救回来的 而他被诸泉中杀害 公元904年 大唐的末代皇帝唐埃帝李柱登基了 历史上 大多数末代皇帝的命运 都是十分凄惨的 李柱也不例外 他虽是皇帝 但并无实权 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 他的杀父仇人手里 甚至对方让他怎么样 他就怎么样 最终 这个曾辉煌无比的朝代 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留给后世的 只有一声又一声的叹息